介绍 各位观众 还记不记得这一条人龙 还有这个 Nashila Ma 单位吗 现在呢我就要去找他的老板 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今天要来这里呢 拍一个卖菜桃柜的老板娘 而且听说他们是好朋友哦 现在快点过去看一看吧 来 诶诶诶 我会问你 诶诶 诶诶 我听到你 有一个卖菜桃柜店 OK 开到很晚 到很晚 就像你 OK 是吗 诶诶 你知道吗 我现在要示范吗 是的 Let's go Let's go 千里迢迢来到纹里巴沙和树式中心 又有贵人相助 看来阿Ben要找到纹里萝卜糕 根本轻而易举了 纹里萝卜糕 做了鱼缸翻新完成的纹里美食村 每天下午时间休息 星期天晚上休息和星期早上休息 所以观众朋友可别去错了哦 说到有创意 纹里萝卜糕这位老板娘呢 还真的是经过不让须眉 多亏五级芝麻的核种萝卜糕 老板的福呢 哇 行家就是行家 大家大力的推荐下 吃进两块钱 不只是可以吃到有蛋的萝卜糕 而且呢 还有两尾虾 谢谢Steven 我真的要先吃违禁 创始人李老先生 早上炒的是快半钱的传统萝卜糕 而负责晚上生意的女儿 则在卖创意萝卜糕 身为长女的林梅芝 常年跟在父亲身边帮忙 而学的一手炒萝卜糕的好厨艺 就是她发明了在萝卜糕里 加两尾虾的新鲜吃法 而且只卖两块钱 文理萝卜糕最远近驰名 且为食客所津津乐道的 除了她的黑白萝卜糕 都很美味爽口外 还莫过于老板娘的创意十足了 爱求心求变的她 不断地在草法上推陈出心 连材料上她也是日日求变 除了虾 还什么材料都可以加的萝卜糕 会是什么味道呢 部份要求有我给 要求有 我那边我自己有我就给 好像她说我要加豆芽 我也给她 如果她说我要加西央 我也有 我也给她 菜头会加西央 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顾客 因为刚才你吃那个 就是汉跟菜头粿的是吗 对 我看到你放汉在里面 对 为什么这么特别 非常特别 这个是一个 鱼糕糕糕 味道很好 是不是 纹里萝卜糕 还有一个独家秘方 让食客们吃了总是回味无穷 吃了还想再吃 这个就是我的 八宝酱料 是你自己调的吗 还是爸爸 我爸爸 都是你爸爸唱出来的 秘密酱料 这些东西都是我爸爸 这关东西已经是 六十年 家传自保 有六十年吗 家传自保 家传自保 差不多五十几年了 五十几年的老字号 这样还等什么 快点 这里连一个贴纸就可以卖了 这样 以后就看到你的照片在那边 什么 你要什么东西 草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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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哪里有卖草果条 有有有有有 蛤 有我们有卖草果条 有卖草果条吗 有 卖菜头费就菜头费 这么会有草果条 我去看个究竟 你等我啊 不要跑掉啊 等我 老板 想不到哦 你们不只是单单卖 菜头贵的 就是那个 草果条 连草果条都卖 这个我们 最近的新创立 还想要买这个草果条吗 这样卖多少钱 两块而已啊 你也是两块啊 青菜肉松草果条 你还有加一个名字哦 还真的是蛮特别的 我还没有试过 走饱了走饱了 上一次呢 我们介绍两块钱的草果条的时候 既然漏掉了这一间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 两块钱就可以吃到 有青菜 肉松 还有虾 还有汉 哇 这么便宜 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现在呢 我阿Ben呢 就要先吃为快了 你们只可以看的份 如果要想吃的话 就来这里吧 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 在我吃了这么多菜 有个月之中 这是瓦脑最好吃的 瓦脑最好吃的 你觉得它卖价钱贵吗 很合理啊 多少钱 两块钱吧 还有两条虾哦 你觉得OK吗 合理合理 合理啊 你觉得它味道怎样 如果加了这两条虾 都可以更多虾更好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边炒得很香哦 那那个咬下去 那个吃下去那个口感的 那个贵 它不会说太乱 会黏黏的 会咬 好像会咬到 弄到牙齿 这样的乱乱的 它咬得好像 比较口感 口感比较好 广告后 带你去喝萝卜糕大跳 阿哥哥 食材好批 食材好料 Good 食材好便宜 收好介绍 哈哈哈哈